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炎热的天气 除了要为身体多补水避免中暑 也要注重皮肤的保湿 因为皮肤容易因暴晒而变得干燥 从而导致粗糙 起皱等皮肤问题的出现 加速皮肤老化 一谈到保湿护肤 许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使用保湿面膜 然而市面上的面膜种类繁多 究竟应该如何选择 而普通的保湿面膜与医美面膜又有何区别 除了日常使用面膜帮助皮肤补水 是否还可以选择其他专业的护肤服务 帮助皮肤更全面和持久保湿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让专家为你揭晓保湿护肤的秘诀吧 每一次看到这位专家我都很羡慕 因为他就是水荡荡的代表 我们欢迎Dr.CHA 泰良宗医生 欢迎你 Dr.CHA 你好 谢谢 谢谢 Dr.CHA 谢谢主持人 Dr.CHA 介意透露一下年龄 今年少过100次 但是皮肤状态很像婴儿的状态 是 对 就感觉就是你水分很足够 其实Dr.CHA 我们知道天气不好 天气太炎热 除了我们口渴体内缺水之外 其实脸就很容易被别人看到了 干干了 有细纹了 那一般的皮肤缺水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当然是知道 缺水的时候皮肤会比较干燥 干燥的时候整个就很粗糙 粗糙过后有的已经崩感 对不对 这都是皮肤缺水的现象 有者皱纹细纹也跑出来了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可是你知道吗 原来皮肤缺水 它也会造成一种慢性的皮肤发炎 如果发炎的话 你会感觉到很骚痒 脱皮 脱皮 甚至出现一些小红丘症 会起疹症 对 小疹症 这些都有可能是皮肤缺水的现象 那是因为皮肤变敏感了吗 对 它变敏感造成一种皮肤的发炎 是 董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状态是 出油 这个我正要讲的 你说你这个很油 我需不需要保湿呢 在天气那么热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皮肤表层它特别的干 干到什么程度 干到我们的皮肤也开始在抵抗了 它说皮肤在这个正皮层 是底层的这个皮脂线 它也开始出现一种补偿 补救性质的出油 所以皮肤出油 大有可能是个皮肤切水的现象 所以只要看到我们皮肤是干燥 有细纹 甚至有一些脱皮的状况 哪怕它是很油的 你不要说它是油性 它其实很大可能是这个缺水 对 了解 那怎么去补水呢 缺水怎么解决 对 那要补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我们喝水 那一天喝多少水呢 一天要喝至少两公升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70公斤的两公升 如果你80公斤 90公斤呢 那你要水量也要特别高了 或者是你时常运动的 或者是在这个工作方面 造成好多流汗的 那你所需要的这个水分也要多了 那我40多公斤的 我可以喝少一点吗 两公升 也是 就是基本面就是两公升 对 对 那你再看看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腹腹 那我们说切水我们就 顾名思义就要补水 保湿 那么什么叫做补水 什么叫保湿 好多人它啥啥分不清 它不是一样的吗 对 它不一样的东西 补水 顾名思义是把水分 带到你的这一个补充进去 你的皮肤里面 所以这一种方法呢 我们一般上是使用什么 小分子的玻尿酸 它把这水分带到皮肤里头 可是它补了水过后 你必须要把它锁起来 所以锁住 对 你锁水呢 你就要是用一些 比较有带油性的保湿霜 然后把这个水分把它锁起来 要用油来裹住水 半油性的锁水 所以你看看有些人 说我要补水 就一直在喷那个喷雾 对 其实那一个只是把它补水过后 是吗 你停下来 你没有把它锁掉 对 有时候反而会觉得更干 因为它跟着那个空气的热度 一起散发掉 那感觉还更干 当然其他的就是一个 健康的饮食习惯 这些都能够帮助这个皮肤 这个缺水的现象 健康饮食习惯 是什么 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少吃什么 水果有水啊 任何难吃的都是好吃 都是好的食物 好吃的东西都是不好 油茶的就肯定不好 对不对 辛辣的肯定也不好 对 那一般上蔬菜水果之类 补充身体的这一个维生素 因为毕竟维生素 能够把这些发炎 把这些皮肤老化的现象 我们把它做一个逆转 对吗 辛辣油腻煎炸的东西 这些自由基太高的这些食物 我们就尽量能免则免 是 那有时候皮肤有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会自我怀疑 是不是我洗脸不干净 所以就拼命洗脸 据说这样的做法也是错的对吧 对 有些很多人是觉得天气热的时候 他就说要凉快一些 出油来洗 可是洗脸如果是太过平溺 或者是使用了太过刺激的肥皂 平衡这个pH值不平衡的话 造成这个皮肤我们会把它剥落 它的天然的一种保护层 所以保护层剥落过后 你的皮肤的水分就更加容易被流失了 所以我建议一天是早晚洗一次 其实已经足够了 用清水也不要 对不对 不要其实热就去泼一泼 这个同样也会 对对对 如果就洗脸的时候 尽量是用比较温水 避免使用这一个热水在洗脸 是 可是在明星界有一个流传的神话 叫做保湿面膜 天天做 无时不刻地做 就可以补水又锁水 这真的吗 保湿面膜当然是要看 对不对 好像我一个月赚2000块的话 我如果像立婷这样花3000块来做补水 就不行 对不对 是看这个因人而异 在她的皮肤的状况 那一般上你天天做面膜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是错误的 错误的示范 因为好多面膜 我们不需要看它的成分 我们要详读它的一些使用说明 因为毕竟很多的面膜 其实一个星期用一到两次 就已经足够了 就用太多是太 会造成这个皮肤细胞的一种负担 可能会长痘 对 有负担的时候 所以其实但补水面膜 还是有它的作用 它一定可以补水保湿 对 然后可以提升弹性 对 它要看这个面膜里头 它主要成分 那一般上好多都是这个玻尿酸 我们讲的 所以它能够生成脂嫩 然后同时间 它有可能含有很多一些植物的萃起 而且抗老的精华 甚至是一些 好像罗马黄菊 它能够达到一个 镇定舒缓的作用 其他的更有很多的成分 里头可能含有美白 甚至七角色的功效 所以它就能够达到一个 抗老的作用 你讲这么多 力听可能听得清楚 我就满天心头 因为对我来讲 这个太陌生了 那我们其实 也不是每一个男生像我这样 其实有很多这种面膜的种类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分 然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跟我们介绍一下 面膜主要是有两大类 第一样是我们是有这个 面膜 片状的 片状的 然后还有这个胶状的 就是涂在他的脸上 你看看这个胶状的 那我们靠一下看看 给它好好体验一下 它应该是几十年都没做过面吗 是吗 没有 有做 有做 少做 我要大家看一下 这个胶状的 你就把它在结完脸过后 把你的这个护肤的精华 涂在脸上 然后就放这个胶状 那就OK了 它其实蛮水润的 对 可是我看过 市面上有那种比较高状一点的 比较干一点的 对 它都有很多不一样的 就看它的成分 不同的成分 然后我们看这个片状的 片状的 那片状的它可能有纸 或者它有这个棉 甚至它有这个生物纤维 这些纤维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个片状 把它拉开那张纸 对 拉开那张纸在敷 真的好像不灰 对 董事长一定会的啦 对 不可能不会的 你是专家嘛 对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来 我们把它涂 这是我的脸 这样敷在上面 好冰凉 这个是片状的 这个片状的 然后它片状的它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裙子嘛 对 这个什么作用呢 这个有作用的 不是丢掉的啊 不是 这个是给老公摸的 真的吗 反正它上面还有一些残留的成分 对 或者可以敷敷一下手和脚啦 是 片状不是一片就解释完了吗 怎么这边还有两三种呢 好 我们这个是有纸状的嘛 它的这个材质是不一样 OK 材质 对 有一些是它号称它很贴近我们的肌肤 好像我们的第二层皮肤那样 那一类一般上是这一个棉状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比较厚 对吗 来 让你提一下 你用过吗 我用过 你这个也用过 其实我用过的是 两种都用过 你是用裙子的啦 这一个是你太太用的 到处相反 来说吧 没有 我们一人用一片好不好 OK 我试一下这个 对 这个会更贴吗 不晓得 这个会更贴 这个跟刚才的纸的 这个比较厚 这个比较厚 都这样感觉好像 我感觉好像一样 这个材质有什么分别呢 男生和女生的不同 对 我们看不都一样吗 这个吸收力会有不一样吗 不是 这一个棉的 它的这个吸收力会更加强 这是棉的 它更加服贴 然后它的分子比较少 这个是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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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还以为这个是棉的 挺厚的 对 我也是 所以这个会更贵了 没有 刚才那个会更贵了 因为它的材质不一样 然后这一个就是发酵的生物 这个一定很贵很贵 这个是 你看 来 里头 这个更透明吧 对 这个怎么好像有网状的感觉 对 这个网状就是它的保护层 所以因为它这个是深入一宿墨 你看到吗 很薄 很薄 这个不小心就扯过了 这个我还有用过 换一只手 对 滋养了这一只要换一只 这个我可以 这个很明显 你看它很薄 但是一敷上去的那个感觉就直接贴了 然后那个水分你可以感觉是很湿湿的 有没有像水母吸着你的皮肤 有 海泽 片状的这个面膜它本身它就能够增加这个 精华的渗透还有这个水分 因为它也能够防止在你这个抚摸的过程中 水分会蒸发掉 可是 然后呢 你用完了过后呢 你不需要再把它捏 洗掉 那你就可以直接睡觉了 可是这个胶状的呢 一般上我建议呢 你抖摸过后是吗 一定要洗掉 为什么 然后再把你的 因为它毕竟它本身那个胶脂 胶脂本身是吗 它这个大分子的东西 如果是说几个小时 浮连在这个皮肤上呢 它还是会造成一些负担 那种Overnight Mask 是有什么差别吗 它的这个成分也是完全是 不一样 对啊 那在我们的这样子的天气 这样子的亚洲皮肤 这种Overnight Mask呢 我是觉得是可免责面 少用一些 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厚了 我刚才没有听清楚 你说这个 我最后一次的那个 用了之后就不用再洗 那其他的刚才纸质的 都不需要洗 总之片状的 我们就不需要再冲洗 但是这个胶状或者膏状的 就需要了 对 那能不能换句话说 代表越好吸收的 反而是片状的 片状是好吸收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实际很有限 让我们多做片状的面膜 我会打擦一下 真的是很好吸收 因为我稍微搓一搓我的手 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一支是刚才用的 那个生物萃取的那个 线纹 线纹素 这只手很明显 感觉就很明显了 所以它马上润起来 对 这我闻得少了很多 老人皮肤都没有了 好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保湿面膜 我们要选的话 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皮肤需求 对 不能一种面膜打天下的 那你要看你的皮肤 比方说你本身是油性的皮肤 那我们要用控油的 或者老化的皮肤 那我们就要做更加保湿 最多好多人用棉膜 是因为它皮肤敏感 那皮肤敏感的时候 在你选择这面膜的时候 一定要是一个比较天然的 植物萃取为主 对 所以说第一个是要根据你的 这个皮肤状况和皮肤的要求 第二个呢 当是要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成分的要求 那这种片状面膜 到底要不要放冰箱 其实不需要 但是你只要不要在这个 暴晒在太阳底下 一般上的室温20多度左右 它是能够保存至少 有两三年的这个时间 是是 好的 我赶紧坐在这个时间请问一下 因为有一些面膜 你用了第一张之后 它底下还有那个精华液 对 大家就说拿那个纸片放下去 是OK的吗 OK的 OK的 OK 没问题 好 那很紧张 我们下个环节 其实还有更多精彩的资讯 要跟同学家请教的 我们先看一段资讯 看看紫外线的危害有哪些 紫外线的危害 皮肤晒伤 在炎热的天气下 过度曝晒于紫外线辐射 会为身体带来极性影响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晒伤 晒伤会引起皮肤疼痛发红 若是进入严重阶段 则会面临皮肤肿胀 产生水泡 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发热 发冷和无力等症状 不仅如此 最糟糕的情况下 患者还可能会进入休克 临床表现为血压极低 昏厥和深度虚弱 磷状细胞癌 磷状细胞癌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癌 发生于构成皮肤中层和外层的磷状细胞中 大多数的磷状细胞癌 都是因为长期暴露于紫外线辐射而导致的 其中包括日光 日光预床和灯等 所有会散发紫外线辐射的东西 磷状细胞癌尽管具有侵袭性 但通常不会危及生命 不过若不加以治疗 可能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从而引发严重的并发症 紫外线角膜炎 当眼睛受到强烈紫外线的照射后 不见眼部疼痛 冲血 胃光等异常表现 就是患上了紫外线角膜炎 这种情况常发生在去了海边雪地之后 或是从事电焊工作为佩戴护目镜 但患者在照射当下 可能不会明显地感到眼部不适 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后 症状才会表现出来 若是发现患上紫外线角膜炎 无需过于担心 只要小心照顾眼睛 避免再受到强烈紫外线照射 就能自行愈合 并且不会对视力造成不利的影响 是的 刚才谈的这个话题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有兴趣 怎么保湿 怎么补水 怎么选面膜 今天专家到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来跟它学习一下 东西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 关于这个面膜的种类各方面 那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常见的补水面膜 它里面含有的成分有哪一些 是水分而已吗 还是有其他成分 就是它最大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分 它每次写阿瓜那个什么 阿瓜就是水分 然后你看那个面膜 它的后面 它的这个成分是吗 在它第一个 那个成分是最多的 对 它的排列 对 它最后那个是最少的 对 然后里头常见的 就是一个玻尿酸 那玻尿酸本身 它就能够把这个水 带入到我们这个皮肤里头 然后其他的一些添加的 可能是植物的萃起 或者是氨基酸 生态等等的 来达到其他这个 肤肤的这个作用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荧幕上有讲 好像这个神经先暗 那个叫塞兰米 这都是一个保湿的东西 然后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叫做绞沙丸 对 像鲨鱼 绞沙丸是什么呢 它也是一个保湿 镇定的一个缘分成分 然后这个成分它以前 很久以前 它是从鲨鱼的肝萃起的 真的 对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这个橄榄油里头 也已经发现有同样的成分 所以很多的是从橄榄油 里面拿出来的 像我们看到丁二醇这类东西 我们觉得好像化学名字 对 它本身它就是 一天开过嘛 它本身就是一个化学物 但是这一个化学物呢 它能够有一个镇定 这个补水的这个作用 是 但我们常在购物台看到 他们会强调 我们的产品没有那些有害的物质 到底那种比如说什么 什么泉 什么泉 这些有害的物质是什么东西 一般上这些有害的物质 都是一些镇定剂 或者是一些抗氧剂 还有呢 就是防腐剂 就是要保持产品 可以收得更久 对 但是为什么要用镇定剂呢 在这个面膜里头 因为你的好多的成分 你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担心它有些东西 会不会被氧化掉 或是被其他的成分 搞到它可能失去了它的功效 所以他们会放一些 比较镇定剂的东西在里头 有一些朋友用面膜 或者某一类的面膜 某一些品牌的面膜 它都会造成一些过敏的状况 那通常造成这种过敏的情况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成分吗 或者有哪一些成分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 就是这些化学物造成 那更多的可能 这一个您的朋友 会不会是他本身是对一些原料 还是对一些某种元素 本身就已经有一种 过敏的反应 它就有可能会出现 这类的问题 代表其实大部分这些面膜 或者护肤品都好 它肯定都需要一些的稳定剂 对 多多少少它都一些 如果它说它100% 不含任何的化学产品 这些是很难以说服我 是 因为一开瓶 它就接触到空气 就会有其他氧化等等的问题 所以它多多少少 它都会放一些这类的东西 来保持它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了解自己 对哪些成分可能过敏 对 那我们选的时候 就避开那些成分 对 对 对 因为它可能用A 但它没用B 那我们就选别的产品 是没有A的 是 是 是不是女生比较厉害 就是他们专业在护肤的 对 对 我跟男师是半专业的 这样都是这样 说到过敏这件事情 如果是敷了这个面膜 很多人觉得过敏就是 我两个脸颊都红了 额头也红了 整张脸都红了 这个叫过敏 还是说我们当看到皮肤有异样 哪怕只是小范围的 我们就要注意了 对 一般上 对 你在这个皮肤 比较薄的地方 比方说眼皮 嘴角的地方 如果用了你的面膜 或者任何敷肤的过后 你发现到会出现小红碱 或者是痒 脱皮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统一地 归类为一个过敏的现象 那我们就停用 赶快洗掉它 对 所以使用的时候 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那可以先测试 会不会过敏吗 对 刚刚提到就是 你任何新的产品 或者新的Item 你拿到手上 对吗 我就是建议就是 由这个慢慢地进入 它的这个使用状况 你可以把一些这个精华 涂在你的这个脖子上 手背 或者是在手心上 然后我们再稍微 等一个45分钟 看看有没有那个反应 如果没有任何反应 可能它的安全性是 就OK 比较高 对 45分钟了 要等 45分钟左右 记得不要用水去冲掉 都不要涂了就冲掉了 董哥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比较多问题 因为不是专业户 我看很多女生说 尤其是明星 网红说 天天敷面膜 像丽丁还有讲的 大飞机也敷面膜 可能上位层线也敷面膜 睡觉也敷面膜 看书也敷面膜 这个是正确的吗 还是说我们有一个 比较标准的使用方式 我个人觉得除非你有进行一些 某种护理 比方说极光护理 可能皮肤会暂时性的比较干 那你可能在护理过后的几天 你可以每天使用这个面膜 但是一般上我不建议 因为毕竟气满则轻 它用的太多会造成皮肤的一个负担 然后所有的这一个面膜里头 它都有详细的注明 它多频密使用 然后使用时间多长 是 不要有一些人敷一个小时 我有听过 不是20分钟到30分钟吗 一般都15到20分钟 20到30分钟就应该足够的 那有没有分油性皮肤跟干性皮肤相比 谁应该敷久一点 没有 它主要是要看这个产品 它本身的这个使用说明 所以基本上面膜的话 如果一般比如说男士的话 都不太清楚自己的皮肤的情况的话 不知道是干性还是油性 我们买任何的这个面膜 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安全 不会有太大问题 除非是敏感 对吧 对 然后有时候很多时候 你要知道就是 如果一个面膜是卖你五毛钱 你快钱的话 你就要有点合理怀疑 对 那其实刚才说 不需要天天用面膜 那到底其实一个礼拜 我们用大概几次 一到两次足够了 一到两次足够了 有一个三天的buffer 让皮肤去适应对吧 对 反正也滋养够了 不要浪费太多钱 那我以后问一些 比较傻的问题 先生 其实请问敷面膜 有没有一些正确的步骤呢 还是撕开敷上去就可以了 当然有啊 那第一个呢 你要洗脸 回到家要洗脸 洗脸过后呢 我们会放一些toner 叫爽肤水 toner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能够在即刻的呢 我们洗脸过后 这个皮肤会出现一些 切水的现象 那我们这个toner 能够再做一个舒缓 能够平稳它的这个pH值 酸碱值 然后之后你才把这个面膜 放上去 二十分钟过后 把面膜拆下来 才把你的一些其他精华 保湿的东西 浮在脸上 因为毕竟很多的面膜 它只打到这个补水 刚刚我们有提到 锁水也非常重要 面膜拿下来 这样放一些保湿 锁水的产品在脸上 那就可以了 可是那我自己本身 好像很多工 我就洗了之后 我一定去角质才放面膜 需要这样的 非常好啊 如果去角质的话 其实把一些旧的细胞 把它剥落掉 那你能够让这个补水 或者是这个精华的渗透力 大大的提升了 所以 像我们做这一行的 我们卸了妆 回到家卸了妆 洗了澡 洗了衣服 洗了脸之后 然后上了这个toner之后 我们就做面膜 是OK的吧 OK OK的 OK 一定要上toner吗 你放了toner 你会感觉到这个皮肤 会比较舒爽一些 它不会很紧绷 因为有时候洗完脸 会比较紧绷一点 对 OK好 那刚才我们说 就遵循使用的说明 清洁皮肤 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人认为 那个面膜的精华 尤其片状的面膜 它其实还有很多精华 我顺便涂在眼周 我的脖子 是可以的吗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的 你的这个面膜本身 已经是服贴在 这个眼周方面 那你把它拿下来的时候 其他的可能 你肯定抚摸在 其他的皮肤身上 手肘这个部分 对 可以顺便补唇吗 因为唇纹也是很厉害 这个我不建议 是 我会讲 这个我不建议 因为毕竟你可能 会把它吃到这个嘴里头 有一些好像 这个防腐剂的东西 你也一并地 把它吞在你的口中里头 嘴唇呢 其实非常简单 用唇膏就好了 唇膏不是 让我们的肤色变深吗 唇色 不会啊 这里的唇膏 不唇膏 Vaseline Vaseline的唇膏 对啊 或者所谓的Gloss 那些有保湿作用的 对啊 忘记找了品牌 来赞助这期节目 好 非常非常地有趣 但是我想说 既然我们谈开了 就请东西下来跟我们讲一下 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提醒大家一下 好 第一个呢 就是要测试这个敏感性 对啊 我们放这个在这个手 或者脖子上45分钟 对 然后呢 你要安全了 我们才使用 然后呢 遵循这个使用的说明 它多频密 然后它每次使用多久 你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 然后呢 一定要记得 你要去清理你的皮肤 洗脸才能够这个 敷面膜 然后如果你的这个眼部啊 嘴边是比较唇部 比较敏感的人 因为皮肤也比较薄嘛 那就尽量能够避免这些问题 然后控制那个时间 不要太过久 不要太过贪心 然后到最后呢 把面膜拉出来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做保湿的工作 是 那有没有人不适合敷面膜的呀 对 如果是它本身是对这个 面膜里头的一些成分 或者化学成分是有敏感的 它不适合 然后第二个 它皮肤特别的脆弱 比方说有溃疡 有这个烂 或者是说有这个 暗疮 造成皮肤非常发炎的 我不建议使用面膜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样子才来 才来服面膜 其实不可以 那个要先把暗疮的问题解决 对 然后有一些可能 它本身有皮肤病啊 比方说湿疹啊 还是什么牛皮线 那我们也不知道 这些尽量是不要使用面膜 还有接受药物治疗者 有一些药物治疗者 比方说他们有长期使用 这个内固醇啊 等等的 他再用那些面膜上去的话 他会感觉到非常的刺激 当然我们也知道是这个孕妇 和在这个喂奶的妈妈 然后我们也是建议他们 不要用太多 喂奶也不可以吗 然后因为我们毕竟会有一些 怎么讲 搬档啦 对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自己心里 有一些负担的话 对 除非你没有啦 要不然就避掉吧 对 是 好 今天非常感谢 Dr.Chak给我们这么好的面膜 的相关 谢谢 选择太多了 谢谢董哥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看 引起皮肤干燥的因素有哪些 引起皮肤干燥的因素 长时间洗热水澡 长时间暴露在水中 尤其是热水会洗掉 对皮肤起到保护作用的天然油脂 导致皮肤干燥的问题出现 建议洗澡时选择淋浴 而不是浴缸洗浴 避免长时间泡在水中 然后水温建议控制 控制在温水 而不是热水 以此保护皮质功能 减少角质层的水分和油脂流失 此外 不要使用粗糙的工具 例如搓毛巾和刷子搓洗皮肤 常使用香皂 一名大学医学院的皮肤学教授表示 患有皮肤病干燥的人 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就是常使用香皂洗澡 这是因为香皂能很快地将 保护我们皮肤的天然油脂洗掉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当我们勤用香皂洗手时 会发现手部皮肤变得很干燥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选用温和的香皂 或者少用香皂 避免皮肤面临干燥问题 某些疾病 皮肤干燥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 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内部疾病而导致 如常见的湿疹和牛皮血 此外 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水瓶波动 也会引起脱水 使皮肤变得干燥 导致康复过程缓慢 增加感染风险 不仅如此 甲状腺机能减退的患者 也会因为甲状腺激素水平低 而减少皮肤油脂量的分泌 使得皮肤变得干燥粗糙 对于这些疾病而引起的皮肤干燥问题 通常可以通过直接治疗疾病而解决 但具体还是要遵医嘱 互随意自行用药医治 欢迎继续收看 这个环节我们有便当好菜谱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我们的营养师兼食料师 Bernissa林秋香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教大家做 养颜的蔬果沙拉 Bernissa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因为我们谈的是补水保湿的话题 所以大家就要来学做一个 非常容易做的便当沙拉 然后你可以平时的补充维生素 补充水分对不对 那Bernissa老师 我们今天准备哪一些水果呢 我看到有凤梨对吧 反正我们今天都是做便当 那便当我都常说 一定要有淀粉 蛋白质 蔬菜水果 全部要去平衡 平衡 对 所以我们就有用那边开始 番薯 番薯是来代替主食 因为反正我们要照顾皮肤 照顾皮肤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糖分 而且他们说番薯是一个精致的卡布 对不对 比较好的一个卡布 比较好的 优质的 对 那么我们的那个皮肤就会比较漂亮 胶原蛋白也不会那么容易流失 所以这个蒸熟就可以了 对 蒸熟20分钟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虾仁 虾仁 毛豆 毛豆 还有生菜 生菜喔 这个小番茄 小番茄 黄瓜 还有我们的这个 小番茄 小番茄 看皱纹的 还有补水的 最重要就是这个黄梨 黄梨很好的作用就是它含有很高的那个氨基酸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补水 还有减少皮肤干裂的问题 对 所以如果现在天气炎热的话呢 你可以经常多吃黄梨 对皮肤非常好 不一定只是吃西瓜而已对不对 对 好的 这些都是沙拉的部分 食材的部分 当然要做它的那个酱料 酱料非常简单 就五种食材 那我称它为是油醋酱 油醋酱 因为用到油还有黑醋 所以它的做法也非常简单 这个是橄榄油 橄榄油过后有黑醋 黑醋了过后有蜂蜜 这是蜂蜜来的 对 如果是不想那么甜的话 也可以减少它的分量 再就是这个海盐 OK 还有就是黑胡椒 是 那OK 它的做法呢 就是首先把这个橄榄油 倒入杯中或者是罐子里面都可以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shaker嘛 对不对 一般用的 对 然后就 那个蜂蜜最后才放 蜂蜜最后才放 对 因为它有点浓稠 然后我们要先把这些 跟它摇晃均匀先 其实我发现 Venissa老师做的这个酱料 就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吃沙拉吃的 我的体型好像没有照顾好 主要就是因为你的酱料 没有拿捏好 对 热量太高了 对 这个酱料感觉上就没有像一般的 我们外面买加工的酱料 那么高的热量 对 而且完全不用用到糖分 那么就不会破坏到皮肤 那我们再加入这个蜂蜜 最后才下 对 最后才下 因为它有点浓稠 那之后就稍微跟它 摇晃均匀就可以了 只要摇晃 不用那个用力地去 shake它 对不对 对 我的部分就做好了 所以现在就等 现在就我来做 示范给大家看 我能做 你们在家里的朋友也可以做的 OK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 凤梨 黄梨放下去 然后就草莓 放下去 然后这个黄瓜片 OK 放在这里 还有这个 这个不用切开吗 我们直接这样下就可以了 直接下就可以了 好的 就不会生水啊 可以带去公司吃还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做好生菜 生菜也在这个时候放吗 就全部都下吗 全部都放下去 全部都放下去 非常简单的 OK 好的 然后毛豆跟那个下人也放下去 好 OK 这个就不分开 如果想要分开吃也可以 对不对 也可以 他们就另外再放 不过因为待会儿 我们会倒入这个酱料嘛 这个也下了 下了 OK 接下来就到这个 我们的酱汁 酱汁把它放下去 就可以开始来 把它调和了 好 就那么简单 OK 那我们就把它拌匀对吗 对 所以里面有蔬菜 有水果 又有虾仁 又有蛋白质 又有毛豆 那么营养就非常之均 是的 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说 毛豆我想单吃的话 你也可以 反正你放在便当里面 放在另外一个部分 对 然后虾仁跟毛豆也可以分开 然后就把那个水果 跟蔬菜放在一块 然后搅拌均匀 因为毛豆本身 它的味道也其实也蛮好的 对 对不对 有的人就可能喜欢这样子 捏来吃也好 或者这样单吃也可以的 对 好 略微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大功告成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今天这一道 养颜的沙拉食谱 和制作工序是哪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老板 那很热 老板 suscri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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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是的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准备的这个便当 刚才有讲到有没有 你要分开吃的话 你把毛豆跟这个虾仁 放在这边也可以 然后这个酱汁准备好的时候 这个我就把它稍微的淋在 我们的这个沙拉上面 就很方便 很开胃了 对 这样子 这次我们是用黑胡椒粉 那如果你想说 想用白胡椒粉的话 也是可以的 味道就没有那么浓郁 是 而且你看我们有这个番薯 在这边 然后另外是刚刚我们在现场 做的这一盆 这个就是把所有的食材都放进里面了 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 也OK的 这你在家里吃也可以的 那我来试吃一下 黄黎 刚才老师说 这个可以补水去皱 还有就是减少皮肤干裂 对对对对 所以要吃一下 有盐了一点咸咸 咸咸酸酸 有点酸酸 很开胃 有点胡椒 甜甜的味道 旁边也很甜 黄黎 刚才老师 我觉得这个酱料有这朋友说 如果我赶时间的话 我提早做可以吗 可以 你可以收在那个瓶子里面 然后收在冰箱 可以保存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对 那就用一个密封的罐子 把它装起来 把它装起来就可以了 那除了刚才介绍的食材之外 能不能再加一些其他的水果 比如家里可能 我有苹果啊 鲜肠啊 也可以吗 也可以 不过不要太多 因为糖分高嘛 我们怕糖分高 那你的一个人吃的份量 大概控制在100克就好了 不要贪吃 对 分量控制好 好的 那这一道养盐 蔬菜水果沙拉 你学起来了吗 在家里试试看咯 我们今天谢谢秋香老师 谢谢你 好的 大家别走开了 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精彩的资讯 要带给你的 我们稍后见咯 近期 ASICS在IOI City Mall Putrajaya 全新专卖店盛大开幕了 为庆祝这一次的店面开张 ASICS手机执行官 Yasuhito Hirota 以及众多大马运动员 如Tahira Najmunisa 都特别到场支持 这次专卖店不仅展示 最新的运动鞋系列 还根据不同的运动鞋特性 和功能优势进行分类 让顾客可以更加方便地 了解和购买最合适的商品 活动现场 来宾可以在ASICS新店 进行拍照打卡 还能参加ASICS特别准备的 寻找QR游戏 只要是前十名找出 所有隐藏在店内的QR Code 就可获得ASICS提供的 运动用品礼物 除此之外 举办单位也安排了舞蹈表演 还有大马艺术家现场制作 以ASICS运动鞋为主角的金粉画 来宾们都纷纷上前大合照 场面十分热闹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做瑜伽吧 现在瑜伽小学堂这堂课呢 今天由Helen老师来教导我们 欢迎Helen老师 莉婷你好 好 今天要教我们哪一些教训呢 主要今天做的是站的姿势 可以锻炼我们的臀部和腿力和专注力 好 会很难吗 不会很难 很简单的 就算老人家小孩子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对不对 那我也测身吧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做 好 第一个我们是做椅姿势 我把我们的双脚合一起 脚跟可以稍微打开一点点 所以它的侧边是打平的 对了 莉婷对了 慢慢我们把我们的臀部是往后推 对 很像一个椅子在你的背后 好 我们要坐椅子 对 坐在椅子了好吗 就细气把我们的手伸展 对 臀部尽量往后 当你往后伸 你就感觉那臀部在用力了 你那个膝盖不能夹一起 稍微打开 一只手指刀 对 你打开一只手指 两只手指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在用得力的 假设你的膝盖合一起 你会没有感觉到 就会借力在这里 对 借力在膝盖就不对了 那我打开一点 你就感觉到臀部和腿部 往后推的感觉 那个背就让拉直伸展就可以了 直不了怎么办 很好了 这样子就很好了 就伸展 这个就是第一个动作 所以尽量我们双手是贴近耳朵 是这样的 对 可以的话 其实是合一起的 这样子 连去看上面 对 这个就会比较难 所以我们简单的 手臂就在耳朵旁边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动作 好像有些人会觉得 我的双脚合一起很难 它就可以打开一点点 都可以的 我需要 主要是膝盖跟第二只脚趾 是同线就可以了 膝盖跟第二只脚趾 第二只脚趾是同线 所以它有一点内巴 一点点 对 不能这样 就是打开一点点 往宽度一样的感觉 一样 臀部是往后 再慢慢提高我们的手 果然简单 比较简单一点点 都可以 但是有时候我会感觉到 我用这边的腰的力 是错吗 错的 你要把你的臀部的力往后 要伸展你的身体 拉长的感觉 主要是臀部和你的腿的力 尽量往后就可以了 OK 稍微那个身体拉长一点点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可以吗 就是第一个动作 好 要做多久呢 一个动作 五个呼吸一样 五个呼吸 好 可以做久更好 就会锻炼到你的臀部 和大腿的力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 可以吗 可以 第二个 你的臀部有力了 我们就要锻炼 我们的平衡了 就是单脚伸展制 我们的脚 一个脚踩在地板上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 左膝盖拉上来 那个膝盖拉上来了 记得那个左脚不能锁紧 膝盖要放松 这样子 对 可以了 我们就慢慢抓住 我们的大拇指 慢慢伸展直 就可以了 要直 对 它其实练哪一块肌肉 在这里 这是练我们的 同步的肌肉的 这边 对 那像我是一定肯定要 和腿不直 很紧 我们就有一个毛巾 我们就用毛巾来支撑住 我们的那个脚板 好的 可以了吗 记得 我们的左脚是要放松的 不能锁它 不能锁它 这样子 我们要这样解 当你锁它的时候 你也是一样用膝盖的力了 你没有锁它 你就会断捏你的臀部的力 来 试一试 从这边 试一试 就是这样 伸直 就可以了 果然 可以吗 也不很能直 所以你就要看着前面 看着一个点 保持一个注意力 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样就比较稳一点了 好 就是个动作 好 可以 假设你的腿筋松一点 你就可以伸直一点点 都可以 就是这样 惨叫声 很好 可以了 五个呼吸 对 五个呼吸 然后换脚 有时候你觉得你会不平衡 你可以靠墙 对 因为我是不要年长的朋友 在做 都可以 都可以靠墙 好 这个是第二个动作 做完呢 我们就做樱式了 樱式是什么 对 是一个姿势 一个脚站稳 另外一个脚盖过去 我们的大腿 可以吗 往前盖 对 往前盖 脚趾可以放旁边 还是放小腿的后尾 好了吗 那个臀部就像刚才我们做 椅子是这样往后的 所以你感觉到 你用这臀部的力 可以吗 小心 让它再调整我的脚 对 稍微弯一点点 臀部往后 好像坐在一个椅子 对 对了 平了吗 保持 好了 先呼吸 手也是一样 盖过去 就是上面和下面盖过去 对了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姿势 因此 还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肘 动到你的膝盖 假设你可以的话 还是一样 找住你的专注力 一个点 很好 就是这样 很好啊 对 就是专注力 然后你停留一个 五十个呼吸了 慢慢就可以起回来 就是这么一样 好漫长的五秒钟 五个呼吸 五个呼吸 主要就是把臀部往后 那个力就用你的臀部的力 你就会平衡了 所以它最先有感觉 是这一边最快 对了 但你做椅子是 也是这个的 感觉上的 为什么这几个动作 我们都这么讲究 说要练这一块 是这一块 如果没力的话 会有什么不好的回复 你就会伤害到你的膝盖了 就是很多人会膝盖痛 还是你的膝盖会痛 因为你没有断念到 你的臀部的力 OK 臀部很有周 所以我们就可以 断念这边的力 不要整天只是坐着 对 因为坐着久了 你可以坐 坐这椅子是这样 还是 断念你的臀部的力 OK 就会比较好 所以第三个动作 是最难的 讲起来 对对对 因为你要找你的平衡点 和断念你的臀部 更多的力 好 比较好 那好 我们再来一次吧 好的 第一个动作 你就可以选择 脚趾合起 是 或者打开 我就做脚趾合起的吧 好 好了 吸气 慢慢 臀部往后 腹部要收 身体要拉长 这个就是第一个动作 可以吗 很好 可以 好了 慢慢就收回来 第二个动作呢 就 对了 那个毛巾 好了 我换脚吧 可以 我也是换脚吧 就慢慢把脚 伸直 就可以了 胸腔挺高 尾骨腰下 你的膝盖要放松 站住的膝盖要放松 平衡 可以吗 好 正常的 这是正常 你不要紧张 一来就快点抓 好 你先找你的平衡先 OK 我看着那个点 我平衡了 再慢慢抓紧 OK 还可以 再来吸气 吐气 再来慢慢伸直 就可以了 好 最后一个 很快的 就是把你的脚 盖过去 收起后尾 手转一转 好了 就是第三根动作 一个pull 如果你可以下去 就下去 下不到就不用紧了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好 非常感谢 海伦老师 叫我们这三事 好的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总有一事做得到 就是第一个 我们就尽量想象一下 自己坐椅子吧 对了 好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跟 WOW SHOP的同事们连线 看看有什么优惠的产品 Amazon还有Melissa 是吗 哈喽 哈喽 是的 谢谢活力交战 那待会儿这个时间 你们一定要留手 在我们 WOW活力好购物 原因很简单 因为WOW CUT DOWN SHOW 又回来了 那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 是否WOW CUT DOWN SHOW 我们带给大家的产品 都是以最低的价钱 那今天的套组呢 绝对是男女老少都需要的 不管你是爱运动的啦 然后你有做家务的呢 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双腿 因为双腿就只有那一对而已 如果没有好好照顾好的话呢 老来呢 就很多的这个疼痛感了 是的 没错 尤其刚刚刚我们看到呢 WOW LIEN加油站 就在做这个瑜伽嘛 那其实有些时候呢 老人家就不想要做这个瑜伽 因为会觉得他们的这个膝盖 会有一点的这个疼痛 是的 所以我们带给大家 Royal Flex这个呼吸呢 可以让我们在做任何的运动啦 做家务啦 做瑜伽啦 甚至要跳广告舞的时候 都可以穿上它 没错啦 预防剩余治疗 好好照顾这一双腿的话呢 就一定要留守在待会呢 我们的WOW看到秀啦 所以呢 记得我们不见不散啦 把时间交回给WOW 这个火力交战咯 谢谢Emerson 谢谢Melissa 好 这里也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明天 明天的主题 对 因为最近好像这几个月 甚至这几年来 常常有野生动物闯入民宅住宅 这很吓人耶 像比如说你遇到大象 它突然把你的那个篱笆推倒啦 闯进来找食物的话 到底你要怎么应付呢 而这其中又是什么原因呢 相信可能很多人也有疑惑啦 所以欢迎你发简讯给我们 我们明天请专家为你们解答 明天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